欸這真的很厲害欸 因為我就追求整個到極致的乾淨 但是臉的又沒有嘰嘰拐拐又是水嫩的 這不是每一個卸妝產品都辦得到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一罐的小洪水 哈囉大家好我是丹妮表姐 你們有沒有一個疑問就是為什麼 我follow所有的網美偶爾網紅 買了那些昂貴的保養品 但擦到我臉上 怎麼永遠就是皮膚 還是就是這樣沒有很好的感覺 我先跟你們說 因為我幾年前呢 我皮膚真的是灰色 就是老鼠的顏色 而且不是米老鼠 是真實的老鼠你知道 然後還有水泥地的顏色 然後我想說到底為什麼 我擦那麼貴 旁邊有皮膚這麼糟 後來有一天我真的陰錯陽差 就得到了一罐 就是背部代碼的小洪水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卸完妝 然後我就真的就無聊起來 沒事 然後我就拿了一個白色 純白色那個卸妝棉 我往我臉上一擦 我整個就是你知道 大吐血 那個卸妝棉上都是橘橘的色 是因為我搶眠我的粉底 我的底妝是沒有卸乾淨的 那因為網路上很多人呢 對這一罐小洪水有很多疑問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一個是什麼 竹科貴婦就是最愛指定的醫師 是不是 這麼厲害 那我們歡迎林亮澄林醫師 來到現場 大家好 我是皮膚專科林亮澄醫師 好那我們今天第一題題目是什麼呢 是有聽過上妝肩保養的 但是清潔肩保養 這是噱頭吧 對啊 為什麼它又可以清潔又可以保養啊 表姐有沒有聽過一個東西 叫擦爆臉 有 有吼 你有沒有一個印象 當你用完一些泄洗液 或是泄洗彩妝的時候 你會乾繃緊呢 有啊 洗完那個很像窗戶一樣很乾淨 疾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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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的 像菜刮布一樣的感覺 對 疾疾疾疾的 很多的客戶跟病人他們都說 我很喜歡那種超級乾淨的感覺 但是兩三天之後 常常皮膚就乾繃癢 刺激跟脫皮了 嗯嗯嗯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卸妝不能兼保養呢 我們如果假設卸妝的時候 能夠使用溫和的產品 那我們把皮膚的髒污啊 跟一些彩妝清除掉的時候 同時如果他又有兼去保護皮脂膜的功能 那是不是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所以你看卸妝是不是就是 我們很好的一個步驟呢 欸真的 因為我個人是真的用完 就是這個小黃腿之後 我卸完之後 我的皮膚是水嫩的狀態 只要有疾疾疾疾從書上塗到 疾疾疾疾就是危險了 好 再來下一題是什麼呢 醫生 那這個潔膚液需要天天使用嗎 可以跟男朋友一起用嗎 哦 問這什麼放閃的問題啊 來 可以用嗎 這樣天天用 跟男朋友用 我們每天出門是不是都會擦一些防曬 那防曬從一些潤色的成分 那我們在城市的移動當中 有一大堆髒污啊 你看PM2.5 空氣品質不佳 那所以我們在做清潔的時候 我們除了把我們上面的彩妝啦 潤色防曬的成分泄洗掉之後 能夠有能去清除重金屬跟P2.5 也很重要的喔 欸 這真的很厲害耶 它居然可以就是清除就是 你臉上的那些殘留什麼 重金屬跟P2.5 這不是每一個卸妝產品都辦得到 所以這一罐我就覺得 哇 因為我就追求整到極致的乾淨 但最厲害的是它極致乾淨 但是臉的又沒有咪咪咪咪咪咪 又是水嫩的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一罐小紅水 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它明明看起來 就是很像水沒有什麼 可是它真的連就是防水的彩妝都卸得掉 像女生就是我個人一定要用 就是防水睫毛膏 然後很多人想說那睫毛膏怎麼可能卸掉 其實你就用那個化妝棉 然後你就這樣濕膚一下下 大概到五六秒 它其實就可以卸掉 所以它是真的真的很厲害 連防水的那個睫毛膏都可以卸掉 好 下一題網友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跟我媽說這是用純淨水製成的 比較適合它這種敏感肌 結果它居然跟我說 那它用水洗臉不就好了 媽媽就是名牌包都不要買啦 反正塑膠袋也可以裝東西對不對 哪有人這樣講話就是不一樣對不對 醫生哪裡不一樣 在我們醫療用的水是非常嚴格的 它是使用九道工序 讓它可以用注射到體內的等級來做保養品 所以像這樣子的卸洗 我們常用在醫美的術前或術後 第二件事情呢 它就是有所謂的膠素科技Mycela 它是利用油水向混合 清油端我們可以清潔彩妝跟髒污 清水端可以保護我們的皮脂膜 你在卸完之後就會發覺說 欸 滑滑的嫩嫩的 還跟原本的皮膚一樣 這是它很特殊的地方 喔 所以我覺得跟它貴的有道理啊 因為這是其他辦不到的 我說一個品牌成功 就來自於它有沒有假貨跟水貨 它真的太成功了 所以網路上其實有非常多假貨跟水貨 所以你一定要買就是在授權通路購買 這才是真正法國原廠來的小洪水 今天非常謝謝醫生的分享 好 如果你要買就是很昂貴 那種破壞的保養品之前 先收手 你要有健康的肌膚呢 先從就是正確的清潔開始 不然你再擦貴的保養品 你真的都是 全都是網欄 真的是跟 比丟水溝還不留 說真的 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